通电后啊,检查所有杆件是否在这个最前端啊,必须把所有的杆件全部复位,然后查看咱们的连接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屏幕,然后在我们上面显示的主要有在这个右上角开始啊,有显示的现在GPS可正常飞行显微绿色的代表飞机这时候收星正常,往后的话显示这个遥控器信号已经连接满了,然后显示电压,电压的话咱们电池满电是50.3左右, 相差左右上下大概1辅,然后这样看到电池电压是50.3辅,然后后面是卫星星数,一般情况我们要求卫星星数达到18颗星往上,我们就可以正常飞行,目前的话这里显示是25颗星,然后最后一个旁边一个是飞行的模式,我们一档起飞,就是姿态起飞,然后检查我们的喷洒,现在我们的喷洒开度是100%,是代表喷洒已经打开了,喷洒还可以关闭,但是最低不能低于 如果低于50%,如果低于50%的话,喷洒就打不开了,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打到100%,然后后面是这个房地的话,咱们